《每周一舰》第五期 作者 红射库尔斯克 今天是4月23日海军节 大家都在翘首以盼001A型航母的下水 让我们回顾历史 看一看人民海军历史上 第一艘现代化的正规作战舰艇是哪艘 今天的《每周一舰》栏目第五期 讲的正是海军历史上的第一舰 靠制斗缴获的美制登陆舰和永号 图片 由于年代久远 何永挺的照片已难秘 这是同行的何众号登陆艇 目前记载我军历史上 获得的最早一艘现代化正规作战舰艇 是1947年 我军赋岩大队缴获的何永号登陆艇 为什么说我军获得这艘舰不费一枪一弹 这里面有又什么巧妙的制斗故事呢 1947年7月 我军海防纵队赋岩大队的一个连在 涉阳县附近搭建浮桥 当时突然听到机关炮的声音 连指导员徐昕带着一个牌就去摸情况 在通心镇附近的海边发现了一艘铁壳军舰 这正是1946年青岛海训团接收的八艘核字号登陆艇之一 被命名为何永 在苏北英不熟悉海盗而搁浅 图片 同行的另外一艘何真号登陆艇照片 何永号属于美制501型通用登陆艇 本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建造的坦克登陆艇 LCT 后改称通用登陆艇 LCU 从1946年起 运输大队长的海军陆续接收了33艘 该艇满载309吨 载货150吨或士兵300名 采用三部GM6-71柴油主机 675匹马力 航速五节 武器为20毫米机关炮二门 12.7毫米机枪二艇 发现这一情况后 徐昕赶紧以对方友军的口吻伪造了一封信 并带上了两枚伪造的印章 表示愿意为该艇提供帮助 然后派了一名过去在反动军队中干过的班长 带着一名战士就去艇上送信 来回两次 把该艇的一名姓崔的艇长给骗了下来 带着崔艇长到我军阵前才发现不对 只得乖乖的做了俘虏 被俘后 崔艇长交代了艇上一共有17人 多数是实习学员 还有步枪 冲锋枪和短枪各一支 因不熟悉这边的海盗而搁浅 问他为什么打机关炮 他说 打机关炮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 以帮助脱险 在这明催艇长的配合下 我军战士很快就将 和永浩登陆艇给俘获了 使其成为我军历史上 第一艘现代化舰艇 图片 当时装甲部队从同行的河登号登陆艇上驶下 在夺取河永浩后 由于我军没有会操船的人 因此还是将远海军人员留任 并派了一个班战士看管 中秋节那天晚上 这个班的班长去岸上领取中秋十品 艇上的战士警惕性不高 被远海军人员给锁入了舱室 这种情况后来在中国战士 进驻的应建子石英号上同样发生 说明了对于当时知识水平不高的 我军战士来说 复杂的舰艇就像迷宫一样 很容易被海军舰员锁片和缴械 当时在该艇机电长的策划下 远海军人员突然冲上甲板 将警卫班的哨兵打伤 夺走枪支 并封闭了警卫班驻舱 警卫班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后 推不开舱盖 用枪打也无济于事 探讨人员驾驶着登陆艇 开往涉阳河口 何永浩就这样被他们偷偷开走了 不过 这群海军人员运气也确实差 将何永浩行驶至涉阳河口南岸时 又搁浅了 最后没有跑掉 再次被我军名缴获 图片 同型的何群艇 当时没有嫌好 名称写在建委 何永挺应该也是这种情况 随后 我军从地区干部中找到了 吴松水产科学校毕业 当过商船二赋的韩中同志尚艇 成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位艇长 当时江苏沿海海匪猖獗 1947年12月 我军一艘巡哨船在海上发现了两条可疑的船只 何永浩登陆艇即带领两艘帆船出海搜索 在涉阳河口发现了可疑船 其中一艘有五围的大船顺风向北驶去 另一条小船则向南顿去 何永挺等集中力量追击大船 约一小时后逼近敌大船 敌船首先开炮 登陆艇和两条帆船一边追赶一边还击 在距敌船200米左右时 集中机枪和箭炮火力猛烈开火 敌船火力被压了下去 人员也躲入了舱内 靠近敌船的何永浩登陆艇 先将小铁矛抛上敌船 将其勾住 然后趁自己船处于浪尖 敌人翻船陷在浪鼓的一刹那间 七八名跳帮战士一起跳上敌船 他们先用大刀砍断敌船翻棚锁 然后直奔各舱室 将敌人缴械投降 此次作战 共缴获敌小炮一门 长短枪十多只 及一些弹药和抢来的货物 经审问 原来这是海匪陈济泰手下的一部分匪徒 何永浩亭首次出击盗劫 为保卫解放区海防建立了功勋 图片 LCT-501型登陆艇示意图 1948年4月 两架敌机对苏北解放区沿海进行侦查 发现了驻国在斗龙港的何永浩艇 第二天 敌军飞机前来进攻何永浩艇 数架敌机轮番俯冲扫射 登陆艇的指战员们管枪还击 炮掌黄月经以20毫米机关炮向敌机射击时 被敌机射来的子弹击中 光荣牺牲 艇上的党支书陆柏梁在各站位上做鼓动时也被打成重伤 后牺牲 轮机班长高秀峰等也英勇牺牲 艇长韩中在驾驶台上指挥作战时被弹片击伤 还有几名战士负伤 甲板上的汽油桶中弹起火 越烧越烈 艇鞋也被击穿 舱内进水 登陆艇倾斜下沉 韩中同志决定弃艇 幸存的艇员游泳上岸后 登陆艇最终沉没 中国人民海军从无到有 从有到今 一切的开端都是这艘不起眼的和永浩登陆艇 在智取和永浩的过程中 也显示了我军基层指战员的聪明材质 图片 台海军于2011年新造的和永级登陆艇 仍然延续了和永浩的名称 1946年 青岛海巡团接收了8艘501型登陆艇 分别命名为和群 和重 和中 和张 和真 和永 和尖 和成 除了和永浩被我军俘获后战争外 和尖 和成 两艇也留在了大陆 其余艇随着蒋军败退台湾 有趣的是 由于和永浩1946年从美国到中国 然后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被俘虏 再被击沉 是对岸海军心中永远的痛 所以 在其舰队序列中 一般不将这艘和永挺提及 在1958年 对岸海军又接收了一艘美制登陆艇 重新命名为和永浩 贤号 LCU-495 而老和永浩成军的时候还没有实行贤号制度 建名是写在建委的 2011年12月 台海军实行的所谓和永专案 为自己建造7艘登陆艇 而首件就是和永浩 贤号仍然是LCU-495 估计驾驶这艘新和永浩的官兵 在箭矢教育中 一定不会提到老和永浩被俘 成为人民海军第一艘现代化战舰这样的历史吧